这是普清新任期展开之后第二次的出访 5月中旬他是曾经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而北韩也是俄罗斯武器来源国之一 所以这次北韩之行也备受关注 那么说到武器呢 今天俄乌战情势首先就要看乌克兰宣布的重大战果 我们把镜头交给记者李洁 沃尔战争发展到现在乌克兰有了最新进展 也就是利用无人机来击溃了在俄罗斯境内 他们的逆宗战斗机也就是SU-57 这篇贴文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他们的情报总局在Telegram上面贴的一篇贴文 他就提到说乌克兰军队是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 用无人机来击毁了这架俄军的苏凯57 也就是逆宗战斗机 这个战斗机其实是全球最先进的五代机 还有非常多的用途 也包括了是双发动机的设计 造价非常的可观 来到了4500万美元 我们来看一下这架的战斗机 它是停在俄罗斯境内的阿赫图宾斯科机场 而且距离前线的战场只有589公里而已 这篇天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卫星照片 6月7号的时候 这架战斗机还是完好无缺的 但是到6月8号的时候 就出现了爆炸的坑洞 还有一些烟熏的黑色的痕迹 这两张照片是有强烈的对比 那有一名在俄罗斯非常有人气的部落客 他自称是战机通炸机的这一名部落客 他就有证实这件事情 而且有提到乌克兰军队是利用无人机 来攻击这一架SU-57 而且正在进行损害评估 如果认为没有救了 将会是第一起战损的SU-57 而这个SU-57一开始原本是说 可以跟美国的这些相关的战斗机 是可以匹敌的 但是其实它在研发上面 是有蛮多的延当 而且2019年也曾经发生过事故 前年才开始量产 没想到这回就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击溃 好 而现在德国也宣布 愿意让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他们德国的武器 继续请李洁说明 为战争其实也是全球性的问题 其实西方国家他们立场有没有转变 我来看一下德国似乎是改变了立场 它允许了乌克兰运用西方武器来跨境出击 那他们会这样子允许 主要也是因为俄罗斯从今天5月开始 就从俄罗斯境内来发射飞弹 攻击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 而且也有控制几个村庄 那么这个时候 德国是突然允许乌克兰来采取跨境反击 他会这样子采取这样的行动 而且有这样的立场转变 主要也是认为 俄罗斯他们使用远程飞弹 还有战机从边界来攻击乌克兰 其实包括在军事和斗德方面 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因此德国才会这样子授权乌克兰使用 西方的军武来攻击俄罗斯的境内 我们看一下德国其实之前 他们就砸下重金来协助乌克兰的武器 包括他们砸下了9.6亿赠送给乌克兰 三套海马斯的火箭系统 那么这次他就有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 也就是他们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的军武 但是不代表德国就是交战方 因为他认为说这武器提供给乌克兰 其实是乌克兰自己操作 而且本身德国是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的 不过德国这样的转变内场 恐怕也让其他西方国家 也有一些不同的波动 也影响非常多的国际问题 而且在德国之外 俄罗斯最近放话 某一些法国军事人员 是他们的打击目标 来看为什么 俄乌两军在沃尔昌斯克城区 短兵相接 枪声大作 双方竹无交火展开城镇战 媒体形容这里的战斗 几乎是巴赫姆特绞肉战场的翻版 两边都有惨重的损失 综合外电报道 乌克兰特种突击队 有意在城东建立一处战斗据点 与北方集群部队发生激烈争夺 俄军多次想要改善战术位置 但是乌军因为占领高层建筑 让俄军难有作为 然而俄罗斯国防部则说 接战单位已经挫败了这起行动 而且乌军有意调集预备队 重新发起攻势 这是不是代表 哈尔科夫反击战 已经正式展开 乌克兰军方没有证实 俄罗斯也不予回应 然而乌克兰官兵隐约感觉到 战场氛围出现的微妙变化 就在美国和西方的 新一批援助再度涌入 并且大量运到哈尔科夫前线之后 俄乌都很清楚 两军再战哈尔科夫 都势在必行 对乌克兰来说 这意味着前线部队 得以摆脱弹药不足的困扰 终于可以还手好好招呼俄军 但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来看 欧美的军备援助 本质上就是直接介入战争 阻挠两国走向和平的黑手 而且现在还想进一步火上浇油 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制造的武器 直接攻击俄国境内的军事设施和阵地 这种打破冷战以来 西方与莫斯科在面对战争时 双方自我克制的不成为默契 欧美在这上面表现出的双重标准 已经让克里姆林宫 不愿再忍气吞声 与此同时 乌克兰国防部更公布一项统计数字 声称俄军自开战以来 已经在战场上损失了 2万3千多辆坦克及装甲车 超过1万5千门火炮 或多管火箭被乌军摧毁 失去战斗能力的军事人员突破50万 尽管乌克兰在强大的俄罗斯面前 显得弱小到不堪一击 但是数字会说话 两年半的战争下来 最想要求和的那一方 显然不会是乌克兰 而且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荷兰海军上将鲍尔也认为 这就是乌克兰还不打算坐上谈判桌 和俄罗斯代表面对面谈判的信心来源 Basically the situation is not chang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Ukraine authorities are willing to sit down and start negotiate I think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are fighting to regain the land that is theirs and that is difficult a lot needs needs to be to be done to achieve that 尤其法国自从总统马克宏 抛出派兵援物论之后 不但传言从未停止 就连法国军方高层也蠢蠢欲动 既然如此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也干脆打开天窗料狠话 既然法国不听劝 那么俄军在战场上 对付法国军事人员 也就不用客气了 在这段时间的问题 关于法国军事人员 我会有理想要认为 在这些计划 有很多的课题 在这些计划上的区别人 他们已经在区别人工作了 在这第二部分的问题 关于法国军事人员 我印象是这些计划 已经在区别人员 所以他们已经在区别人员 他们已经在区别人员 他们的区别人员 他们的人员 法国军事人员 或只是契約, 他們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абсолютно законную цель для наших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就在諾曼帝登陸80周年紀念的前夕 近百名法軍 無論是駕駛衝鋒舟 或是搭乘登陸艇 在諾曼帝海灘展開了一次 小規模的登陸演練 表面上法軍是向曾經參與 這次登陸戰的老兵前輩們 表達尊敬和感念之意 不過背後透露出的訊息 恐怕也只有俄乌法三國 才能體會 只是另外一件好奇的是 放眼整個歐洲 德國與英國的軍事實力 並不比法國來得差 但是烏克蘭高層似乎 對法國部隊的能力情有獨鍾 這個問題相信各國智庫 及軍事研究機構都做過了分析 只是沒有公諸於是而已 不過烏克蘭軍事專家認為 選擇法軍的原因 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解讀 首先法國是西方陣營中 第一個提出派兵援屋的國家 比起其他國家不願與俄軍 發生正面衝突 法國的這番表態 無疑是在烏克蘭戰況最緊繃的時候 及時拉了烏克蘭一把 其次是二戰結束後 法國部隊是歐洲大陸 少數擁有作戰經驗的國家 他們在非洲的加朋和尼日 曾經長期駐軍 並且和當地武裝團體 有過交戰的歷史 英國和德國在這方面 顯然不如法軍 第三是即便歐洲多個國家 支持烏克蘭的力度 並不小於法國 但是各國僅止於提供武器 或裝備這些硬體資源 就算願意代訓烏克蘭部隊 也只能在本國境內 或是北約基地執行 但是法國卻願意派出教官編組 前往烏克蘭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指導 這會讓法籍教官 能更直接認識烏克蘭的戰場情況 制定出來的戰術戰法 也更貼近實際的戰鬥需求 一旦戰場出現變化 就能夠立刻做出決斷 應變性和靈活性相對更有效率 儘管這樣的看法 不見得百分之百正確 但是從烏克蘭部隊的角度來看 分析的內容顯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裁開幾槍就出現了卡彈 這時候教官就會說 請問班兵發生卡彈 班兵將如何處置 如果是一個成熟的步槍兵 馬上知道正確的故障排除流程 但是對新兵來說 現在腦袋裡肯定是一片空白 而且又暴露在敵火下 要是不動作 很快就要為國捐軀了 這就是新兵和老兵 在經驗上的差距 第93機械化旅的一名副營長就說 波交道部隊的新兵中 有絕大多數只接受過 為期一到兩週的基本訓練 原本單位還很高興 有了補充兵員的加入 至少足以恢復部隊的戰力 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 化名施密特的副營長 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指出 他部隊裡的新兵至少有一半以上 根本不會槍支拆解和組裝 有些人甚至還掌握不到射擊要領 表面上這一群新進士兵 似乎補上了空缺 但是生疏的戰績與武器知識 反倒成為單位裡的負擔 試想有哪一個班牌連長 會有勇氣將這批新兵 派到激烈交火的前線上 只要他們上戰場 十有四五都會接到死神的召喚 等於是平白犀牲 寶貴的有生戰力 第四十二旅的一位軍官也說 很多新兵都是來到部隊之後 才開始學習能夠保命的戰鬥技巧 比方說如何讓自己的射擊更為有效 如何判斷使用手榴彈的時機 這些技能應該是在新訓的時候 就要完成的科目 這位軍官表示 他雖然能夠理解速成的訓練 效果的確有限 但是新訓課程的安排上 應該要教會新兵更多 在戰場上使用的技能 而不是把一個連步槍和手榴彈 都不會使用的平民百姓 交到部隊手上 就算是完成了任務 所以這就是烏克蘭為什麼需要 北約教官來指導的原因 畢竟北約教官在課程設計上 更重視實彈射擊這類 能在戰場上可以保命的訓練 而且北約教官也懂得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濃縮課程 在訓練成效不打折扣的前提下 盡可能讓每個接受入伍訓練的 普通老百姓在結訓後 都會是一個具有基礎技能的戰士 為了改變戰場上的頹勢 烏克蘭軍方必須尋找各種方法 來改變現況 只不過外籍教官是否專注 在教育訓練上 亦或是有愉悅本質的情況 射入戰士 甚至是帶兵執行戰鬥任務 在這條灰色地帶上 烏克蘭沒有說明 法國同樣三間齊口 對莫斯科來說 既然西方和烏克蘭不講武德在先 那就別怪俄羅斯以牙還牙在後了 不過之前西方國家小心翼翼 避免烏俄戰爭擴大 可是現在還能避嗎 我們也在請禮節 但我們看專家怎麼說 烏俄之間越來越焦灼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引發核戰呢 這個戰爭會不會有可能會升級 甚至波及到更多的國家 我們來看一下其實西方國家 他們在過去即時都有陸陸續續提供給烏克蘭一些軍武 但是其實一開始是英國有先提供 而且說如果烏克蘭怎麼使用 跟他們沒有關係 認為是可以使用的 不過其實美國跟德國 他們一開始是不太允許 烏克蘭使用西方國家提供的武器 來攻擊俄羅斯 直到法國來訪問德國之後 似乎說服了德國 才讓德國也來同意說 可以使用西方武器來攻擊俄羅斯 我們看一下目前包括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 總共有13個國家是已經同意 烏克蘭可以使用西方武器 來攻打俄羅斯的境內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荷蘭 他們之前提供F16來給烏克蘭 其實他沒有任何的限制 也就是讓烏克蘭自由使用 認為說東西已經是給烏克蘭 就讓烏克蘭有主權可以來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普琴之前就有提出嚴重的警告 也就是如果西方國家同意烏克蘭 使用這些西方體股國家提供的武器的話 這個意思等於西方直接參與打擊 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根本就是在玩火 那我們來看一下安邦智庫 他們說目前的形勢來看 戰爭似乎有升級的跡象 因為如果真的有非常多的西方國家 剛提到有13個國家已經同意了 如果這些西方的武器來協助烏克蘭的話 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說 是一個某種程度的威脅 因此俄羅斯將會趁西方大規模的軍武 還沒有到達的這個空檔當中 會加大進攻的力度 也就是這個戰爭的狀況 有可能會升級 但是在核均衡機制下的制約之下 要觸發這樣這樣的核戰 可能性目前來說是不太大的 但其實西方國家允許烏克蘭 能夠用西方國家提供的武器 也是希望能夠在烏克蘭他們的境內 他們的領土能夠恢復他們的國家主權 以及整個的完整性 想要掌握更多新聞資訊 歡迎可以拿起手機 來掃描這個QR Code 就能讓你消息不了解 我今天談了筆訂單非常重要 荒蕩就值得了 海庫區人事部地理直升級 什麼 你真的要理直啊 我不想在他掌控下的環境工作